赞尔天气加剧了火灾风险 公开焚烧案件数量也显著的增加 今年2月的公开焚烧案例 比1月份增加了7倍 相等于645%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 今天在吉隆坡出席活动之后指出 今年1月录得746宗公开焚烧案例 2月份飙升到5556宗 而最严重的分别是击打 顺羊鹅 油火以及沙巴 介于500宗到700多宗 全马去年一共录得将近14000宗公开焚烧案例 当局已经鉴定652个野火热点地区 涉及泥炭地 非法垃圾填埋场等等 井益町iu 18? 博物摌方案例 maravil对 奇13 蜘蜛 断 男